用手慢慢的剝 它比較容易吸湯汁 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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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球之後 就把它一一的把它放下去 這個發自廣就是買 現在市售的那個花枝漿 花枝漿 你就買回來 然後就像這樣子嘛 好了之後 加上一點點的香菜根 就用香菜的梗 不要葉子梗 把它全部 和在一起就可以了 切成丁 對 對不對 現在這個就把它和在一起 裡面什麼東西都不用加 好 讓它這個 花枝跟香菜結合在一起就可以 攪均勻 對 這樣就可以 好 然後這樣把它放著 切這個蔥 跟蒜苗花 混在一塊兒切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一起下鍋 把它切成細的這個 是 花就是我們講蔥豬 別再掉了 對 好了之後 成板 把它成這樣 我們現在就是炒醬 我們這個要加 差不多一大匙的油 好 要做醬嘛 對不對 對 先做醬 肯定要有先油 對 配著做 對 先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先讓它鍋子呢 燒一燒 燒一燒 蒜該先下吧 對 蒜一下 蒜下下來 對 你先把這個蒜 先炒把它爆香之後 你在煮這一鍋的時候 它的香氣會比較膩 當然 這個是辣椒醬 也是豆瓣醬之一 兩個都是一樣的 它到底是辣椒醬 還是辣豆瓣醬 它其實一般我們講 在煮滷味的時候 它會用到這個醬汁 叫做辣椒醬 如果你在炒製川菜的話 它叫做豆瓣醬 所以它的方式 它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所以我們的工作人員 問我說 到底是豆瓣醬 還是辣椒醬 其實它們兩個是一樣的 OK 對 只是說專業的說法 叫做豆瓣 辣椒醬 對 好 炒到它油亮色了 真的 連蒜末都已經紅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來 我們的 硬席 對 一小匙下去 然後就看你自己要辣 不辣 這個辣椒醬你就加 我們這要兩大匙下去 是 炒一下 好 這時候我們的米酒 米酒要加進來了 對不對 對 好 加多少 加差不多兩大匙 兩大匙 我就幫你把米酒放在這邊 對 我們稍微騰一下 OK 稍微 對的 對 好 下去一起煮 香氣讓它出來 是 好到香 OK 聞到香味了 來 這時候我們加我們的水 好 需要水了 對 我們加像這個碗 大的碗 像你看 你的豆腐有兩塊 你就加兩碗 豆腐有三塊 你就加三碗 好 所以水的量 對 完全是給豆腐用的 對 對 好 就這樣子 然後把它加進來 然後去去讓它滾 然後醬油 醬油 我們就是 你注意喔 試它的味道 之前的那個 之前那些都有鹹度喔 對 對 所以醬油跟糖要把它綜合一下 嗯哼 醬油一點點 是 讓它有味道 好 然後再來糖 是 糖一加下去 它整個味道就會融合在一起了 好 這個豆腐 很簡單 滾了對不對 哦 完全不用切 不用… 用手慢慢的剝 為什麼要用剝的 因為我們剝了之後啊 它比較容易吸湯汁 吃起來味道也比較厚 腳腳會有一些不規則的那個 對 斷裂對不對 對… 就好像山 崩開了一樣 對… 這種崩山豆腐的做法 對… 那你就把它捏一捏 大小塊你自己去 好了之後 來 花之丸 對 我們就要小 要出現江湖了 對 這個 捏… 捏個球之後 就把它一一的把它放下去 我需要幫你把豆腐稍微往旁邊 刷一下味 可以… 所以你就小小顆這樣把它放進來 不要太大顆哦 因為其實你這個味道啊 就是試一下 試中就好了 是 甜分也不能太重 因為等一下花之丸的甜度 會完全釋放出來 你只要煮到 我們剛才下去的花之丸的小顆 膨脹就可以了 OK 花之丸就熟了 然後這個砂鍋我們就來 預熱 熱一下 一樣 我們加上一點點的水 要熱了就可以了 好 因為這一道菜 我們是放豆腐跟花之丸 那你可以 甚至可以放鴨血 沒錯 一起下去 可是放鴨血下去滷的時候 記得先要滷鴨血 炒好醬汁之後先滷鴨血 後放豆腐 後放豆腐 對 滷起來之後會比較好吃 OK 對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倒進來 慢慢倒 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 因為焦哥也會擔心說太多了 沒有 我怎麼會擔心呢 是洛師傅出手 對不對 然後這好的之後這一鍋 擔心的話 大家 觀眾 新香料一定要多 來 我們蓋子蓋一下 滾了之後就可以了 來 這稍微滾一下 小心一點 一旦滾了以後 砂鍋有繼續後續續熱的效果 對 它會繼續咕嚕咕嚕咕嚕 所以呢 對 適當差不多就好了 好 好 哇 關鍋 水水水 這時候就趕快 來 要要要要 要買肉片 要買肉片 還要胡椒粉 灑上去 好了 好 讓我 man